今天我来吐槽大会 我也带了一支口红 但是这一支口红呢 是要现场涂给少刚老师 你就可不可以 11月30日晚 最新一季的吐槽大会第一期开播了 本期嘉宾请来了李佳琪做主咖 副咖是袁永宜 吴欣等明星 娱乐圈现在真的是谁有流量 谁将会有流量 就能占C位了 连张绍刚都被逼到跟小沈阳一样 穿着苏格兰裙子出场了 虽然搞笑也很可爱 对比以前那个威胖的张老师 现在瘦身成功的张老师 穿上这个小裙子 还是有小公主的样子的 只是为了节目也太拼了吧 节目中口红一哥李佳琪 还亲自给张绍刚现场涂口红 卖口红卖到娱乐圈了 可见其工作能力肯定是过乖了的 上次不沾锅事件 给他的人气带来了一定影响 在节目中正式回应郭 还是那个郭 不沾只是李佳琪 本人操作不当引起的 在节目中正式回应郭